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 重音的快速标记法 这个重音的快速标记法 我们分两步走 第一步呢 我们搞清楚什么叫重音 大家看 这个像箭头一样的 这个前面大后面小的 这个就是重音 它在谱字上面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音演奏的要比其他的音 编上的这些音没有重音符号 这些音要重一些 好 第一步呢 我们选择 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音符 上面有一个重音符号的 这个这个 icon 好因为里面叫做 articulation tool 点击这个 上面然后呢 我们在键盘上面 选择 A 然后按着 不动 用你的这个 mouse 用你的这个鼠标器 选择那个音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 键盘上面这个A 我们要把它按住 然后再选择 按住A 然后选择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这个音 我们就把它选择下来以后呢 一放松 这个上面 大家来看 这个重音就出来了 好 如果是说 我们要更简单一点 我们 人员 是按着这个A 键盘上面的A 然后我们就点击就是了 点击这个音 你看看 这个音就出来了 重音就出来了 点击这个音就出来了 好 这是单个的音 如果是说 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择这四个音 全部把它 变成重音的话 我们不要 这个 按着这个A键 一个个去点 我们就按着A键 然后选择所有的四个音 然后一放 这四个音就出来了 大家看 大家看 这强音记号 重音记号 就出来了 好 如果是说 我们要选择 所有的这些音 都变成重音记号的话呢 就点击这个重音符 然后按着A字 然后选择所有的音符 大家看 所有的音都变成了重音记号 好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给我来信 谢谢 再见